還記得之前在金鐘50頒獎典禮上 小S是炮火直接對準了評審藍組衛 還拿他的肉體來開玩笑 雖然說製造了不少笑料 但是看在許多人眼裡覺得不妥當 其中像是作家小野就直接說重話 說小S把無知當有趣 同樣也是金鐘評審的吳洛英 事發當時也針對小S做出了猛烈抨擊 藍組衛先生麻煩站起來一下好嗎 小S在金鐘50不改辛辣風格 直接點名評審藍組衛 如果我今天真的摸了藍組衛 應該娛樂性會非常強 因為你知道評審今年真的很在乎娛樂性這件事 大開玩笑酸度破表 雖然台下笑聲不斷 藍組衛也展現氣度頻頻微笑回應 但事後看在作家小野眼裡 這樣的行為實在太超過 其實藍組衛談到了很多次是嘗試 現在很多人連嘗試都沒有 而且把無知當作很有趣 就把他的無知當作很有趣 這件事情我覺得 是我們社會非常可怕的事情 而擔任本屆的金鐘評審吳洛英 也曾經對這件事發過很大的火 李錄上寫著 在典禮上酸虧一 遭他評審團主席就能自爽了嗎 炮火全開 為藍組衛感到不平 看來小S挖苦評審的橋段 雖然替節目帶來高潮 但後續也引發不少風波 U電TV綜合報導 警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